宿地家徒倒闭,快递贷变垃圾袋 收汉民众抛起快递贷,忍不住怒吼 全国原有近20处据点的宿地家公司主打预购快递贷 每季还推出满千送200促销活动 以35元低价抢供市场 在3月时突然关闭4分之3的据点 5月份发布出员工薪税 上周五又队内宣布暂停收件 并变更负责人 本周一竟干脆无预警关门 昨天近百名受害者和员工 到总公司门口抗议 他是5月的时候来跟我说 叫我一次买一千个 就算我们比较便宜 我只用了几十个还是比较便宜 那里大概有5万多、6万多 5万多、6万多 然后现在公司他的态度是怎样 公司态度,我联络不到他们公司的人 对面那些是他们的员工 他们员工现在好像也好像 积欠一些薪水都没有领了 我在过年前受伤 然后之后有同事说 他们就是一直赔给人家钱 然后就很多人就 当然你没拿到钱你一定不想做啊 所以你就一定是递指的 目前欠我4月跟5月的薪水都会给你 你也是员工啊 没有 你被欠多少 差不多一个月薪水 一个月薪水 那你跟他有跟他讨过吗 有 态度如何 态度了就 第4天的薪水 受害的客户和员工 痛批宿地价根本是恶性倒闭 以组成自救会 将提赔偿诉讼 动物新闻 小新地价预购陷阱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